去年大家都有聽過 ChatGPT這個非常厲害的人工智慧 創辦他的公司名字叫做OpenAI 這幾天啊 他們馬上又秀出了最新的黑科技 名字就叫做Voice Engine 你只要提供他15秒的音檔 他就可以快速的複製你的聲音 怎麼說呢 我們這邊又有一個示範案例 馬上用英文demo給你聽聽看 好 像這樣子的英文 他馬上就可以幫你翻譯成中文 沒錯 你就可以聽到 他剛剛馬上把這個英文的音檔 換成中文了 而且不只中文 像是西班牙文 德文 法文 日文等等 很多語言他都可以做到 所以這可以說是又大大的衝擊了一次 世界對於科技的想像 那他就造成了非常多的衝擊 首先自然就是內容製作領域 比如說我是做電影的 做影片的 現在人工智慧可能都會大大的影響力 又或者是電視台裡面的新聞主播 新聞記者 可能包括我本人 我們靠聲音吃飯 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除此之外 其實不只OpenAI 很多新創公司現在都在努力做這個方向 他們自然也是備受衝擊 而且除此之外 大家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透過人工智慧產生了非常多的詐騙 那這個東西這麼厲害 之後詐騙是不是會變得更猖獗 甚至我們很多人開線上的銀行帳戶 都會進行聲文認證 這些可能都是未來可能會造成的隱憂 所以對此OpenAI他們也做出回應了 他們目前是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 所以並沒有把這個功能對外開放 目前只有提供少數信任的合作夥伴 但也可以顯示現在整個深層式AI 現局真的是持續的白熱化 而且講到AI我們會想到的公司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AI教父所領導的NVIDIA 因為全世界很多很多的AI晶片 都需要仰賴他們的GPU 其實他們之所以可以這麼厲害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QDA軟體平台 這個被稱為他們的護城河 全球大概有400多萬的開發人員 全部都仰賴NVIDIA的QDA 才有辦法進行相關的APP的應用程式設計 可是現在AI教父華人薰也遇上挑戰了 為什麼 因為其他公司 像是Intel Google 高通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他們打算成立一個基金會 他們會採用Intel的某一個叫做One API的技術 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替代的選項 那他們就是希望能夠殺出重圍 挑戰回答的霸主地位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是企業 對上企業他們之間的競爭關係 可是不只公司對公司 國家跟國家之間 這個角力也是持續加強的 比如說可想而知的就是美國跟中國 他們兩個國家之間的晶片站不斷的升溫 最新的消息是在3月29號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再度升級了 對中國的AI晶片禁令 現在你的高階筆電 只要裡面是存在著這些高階AI晶片 你之後也會被禁止 產生相關的禁令 而且這個禁令在4月4號 這個時候馬上就會生效 而除了美國跟中國之外 美國當然也要持續的拉攏他的盟友 美國的盟友有誰 像是日本 像是歐盟 最近日本跟歐盟之間就打算要 針對晶片這個議題進行更多的交流 也希望能夠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那除此之外呢 日本媒體朝日新聞也報導了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4月10號的時候就會訪問美國 而且還會跟美國的總統拜登進行會談 那他們的討論重點之一 自然就是半導體 那可以顯示在整個晶片不斷的變動之下 AI不斷的開創新局之下 全世界不論是企業還是國家 都持續的希望能夠站穩自己的腳步 那關於後續的效應 華視新聞也將持續帶您掌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